我以前曾经做过一系列的交流会 交流会的名字叫做听我来骗你 这个交流会的内容基本是针对人们的一些旧观念 提出不同角度的看法 甚至完全相反的立场 每次现场都受到非常好的反馈 所以今天开始 我在一路直北的公众号上 正是在这个伪科学的专题下 把听我来骗你的内容一一呈现给大家 请大家在每次收看这个节目之前 做好以下的心理准备 第一,请你不要相信我说的任何一句话 第二,请你也不要反对我说的任何一句话 那接下来的若干时间 请你听我来骗你 成功的定义是什么 不同人给成功下过很多的定义 我从我认为最靠谱的知乎上找到了一些答案 比如此类的 真正的成功是实现的理想自我 想要的都有了 没有的我也无所谓 成功就是要挣很多很多钱 成功就是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去度过一生 别人死活认为你做不到的事 你做到了就叫成功 我认为啊 这些定义看上去有道理 但是它缺少定量的标准 不管是挣多少钱 还是自己想要的方式 这些都不能给他人或者自己一个明确的标准 所以我们是不能直接使用的 不过很奇怪 为什么大家都不去查一下词典上对于成功的定义呢 其实从现在看来 那里对成功的定义还是比较符合我们要求的标准 它是指达到或实现某种价值尺度的事情或者事件 从而获得预期结果叫做成功 这个呢是百度百科里的定义 我觉得就非常好 当然我自己定义的成功还要再加一个因素 成功是什么 成功就是在既定时间达到了既定目标 其实我的定义里有两个关键因素 一个是时间 另一个是要达到目标 不谈时间的成功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时间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唯一不可再生的资源 你可以说我要成为世界首富或者本事首富 但什么时候达到 看吧 这种没有以某个时间为界定标准的目标 没有任何意义 任何人都可以定一个目标 但如果你没有评判自己在当下是否成功的标准 你所谓的成功也就无从谈起了 而达到目标这件事也是成功的标配 这个容易理解 目标首先要清晰 有钱并不是清晰的目标 有多少钱要确定下来 有人说 不同阶段对金钱的渴望是不一样的 这是当然的 所以你一路走来 需要在不同的阶段确定不同的目标并一路达到 那么你一路上在不同的阶段都要向这个阶段的目标而努力 成功一定不是绝对的 每个人的成功标准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于把赚钱当作成功目标的人来说 并不是说只有做到世界首富自己才算成功 做企业的也不是需要一定成为马云才叫成功企业家 每个人的机遇和资源不一样 把马云的机遇和资源给不同的人 我相信会有很多中国企业家可以做到与马云一样的规模 甚至更大 我们每个人的成功都是针对自己当前所拥有的资源来说的 只是跟自己的既定目标和既定时间来决定的 所以一个烤串店的老板 即使他的目标只是在第二年从街边的摊位搬进一个门面里 只要他在第二年做到了 他也一定是成功的 绝对算是成功人士 但你如果一定要把他和连锁火锅店老板比较 那就是绝对的比较 如果是这样的比较 那就没有尽头了 也就是说只有像沃尔玛这样的连锁实力公司 以及像亚马逊这样的网上巨头的老板 才能称得上是成功人士 当然了 如果你的既定目标过低 或者既定时间过久 既是你成功了 但这样的成功对你和对他人来说都没有意义 所以成功与否取决于你的既定目标和既定时间 但成功在客观和主观上的影响力 与你的既定目标的大小 以及你的既定时间的长短和直接的正比和反比关系 也就是说你的既定目标越大 你的成功对你影响的长度就越大 你的既定目标越短 成功对你的影响程度也越大 成功会影响哪些方面呢 那当然有很多很多了 不只是主观上心理的兴奋剂而已 比如说你的上级会因为你的成功而相信你是可以靠得上的员工 从而对你有所嘉奖 你的投资人会因为你的成功而相信你能为他们赚钱 从而决定向你投资或者加大投资 你的女朋友的父母会因为你的成功而相信你是个靠谱的人 从而放心的将女儿交给你 那你周围的朋友会因为你的成功而相信你是可以信赖的朋友 从而与你越来越亲近 那以上呢是外部的影响 而内部的影响就不用说了 你的目标达成本身对你来说就是最大客观上和主观上的影响 更不用说你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 寻找和建立的各种资源和人脉关系 比如说2014年我们公司刚成立的时候 我们想搞一次大型的户外活动 彰显我们独特的气质 最终我们决定了做风筝节 就是带大家一起去放风筝 我们大概是三四月份的时候确定要搞这个事 时间呢定在七月份 但当时啊我们几乎是零基础 公司刚刚成立 没有任何人脉可言 没有资金 没有经验 甚至团队也只有两三个固定成员 但当时我立了一个目标 就是现场啊要有千人千只风筝 那这个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多得不得了 仅仅是到各个场地实地考察 就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 更不用说为了吸引人们前来 我们搭了一个大大的舞台 请当地社团前来表演 下面又找了几十个商家提供现场展示和售卖摊位 表演中间我们又现场抽了四十多个奖 作为奖品 最终真的实现了暴民千人十到千人的目标 看着络绎不绝的人群 以及天上同时飞扬的几百只 我们亲手设计的中国红风筝 真是感慨万千了 我必须要感谢 当时我们负责这个事的两个得力的同事 以及一位到现在都还在合作的好朋友 那这个活动的成功举办 让我们在这个活动之后 立即与当地的一家报纸合并 收获了大量本地社团和商家的关注 我们当时网站的排名啊 也飙升到了全美第一万名的高度 作为一个上线仅仅半年的本地网站 这个排名已经是相当高了 现在回头来看 从目标和结果来说 我们肯定是成功了 但复盘时再想想 当时的千人和千只风筝的目标 肯定是比较激进的 虽然我之前曾经有一些做小型活动的经验 但如果当时不是因为不断地在适当的时间段 遇到了适当的人的帮助 我们肯定也达不到那样的规模和现场的盛况 所以这就是另一个话题 成功的偶然性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谈一下成功的等式问题 说白了就是怎么样才能成功 这里有一个等式 成功等于97%的汉水加3%的机遇 其实这个等式啊 最早前是来自于天才的定义 但也有很多人直接拿来使用套在成功上 那么目前的话 这个等式应该是最接近于人们心里的认知了 但今天啊 大家来听我来骗你们 那我认为这个等式是错误的 那你相信我说的吗 那我先举这样一个例子 一名普通人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 说我这辈子要拿全国男子白米冠军 于是他付出了百分之百的努力 但他永远都连14秒都跑不进去 那么你能告诉我 他可以算是非常接近成功了吗 所以坚持就是胜利这句话 本身就是伟科学 是无限夸大主观对现实世界的影响力 而我们最熟悉的案例啊 就是《圣斗士星史》这个动画片 动画片中存在于每个人内心中的小宇宙 就是通过激发人的斗志和意志来无限增大 当然我自己其实从小就很喜欢这部片子 一直到现在还在追这部片和后续的漫画 这部片对小孩子来说还是有正面意义的 因为成功一定是需要努力和坚持 而且这个是我们唯一可以通过主观控制的 所以不管坚持就是胜利也好 成功等于汉水加机遇也好 都是在突出强调主观的重要性 而我今天说的也不否认这一点 只是要告诉大家 主观的基础上客观的其他因素也是决定成功的 那么成功的等式应该是什么呢 那我的定义是成功等于汉水乘以机遇 再乘以其他所有成功每一阶段应该需要具备的条件 简单的说 我的定义中成功不是加法 而是成法 每一个因素都会决定你成功的下限 而所有的因素汇总起来才能决定你的上限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一个普通人的身体数字 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百米第一 那么它的成功概率从一开始就是零 而且机遇重要性在这里也得到了体现 纵然我们忙碌了半天 把汉水的值提升到了百分之百 但没有遇到合适的合作伙伴 合适的平台 合适的投资人 我们的所有汉水对成功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 创业导师不是经常说吗 点子是不值钱的 我这个等式也证明了这一点 因为成功是成法 只有点子 但缺少后面的关键因子 成绩永远只能是零 但还是那句话 纵然成功是成法而不是加法 但有一个不变的道理就是 无论怎样 主观上我们还是要付出所有的努力 因为这是我们唯一可以控制的事情 所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 今天我们的听我来骗你 讲述了两个事情 第一 什么是成功 第二 如何成功 成功是在既定的时间达到既定的目标 两个因素来判断成功的标准 缺一不可 成功的等式是成法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努力 也要好好的寻找 创造更多的机遇 每一个小的环节 都可能导致全盘的失败 好的 这就是这一期的听我来骗你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今后的节目 谢谢大家 我是围青 酱容 都是 有出来 FP 信 真 灯